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提高香港旅行警告相关事宜 根据报道美国国务院网站在六月二日更新了针对香港的旅行警告 从一级甚至二级 也就是前往香港旅行的还有在香港的美国公民需要提高警惕 美国方面所给出的原因是因为骚乱被监控的风险 以及超过维护法律和秩序界限的任意执法 美国公民在香港要提高警惕 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 自从二零一九年六月以来香港出现了不同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有一些示威活动通常伴随着抗议者和警察还有反对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继续下去 并且常常伴随着破坏和暴力行为 紧接着美国国务院提示中也出现了港版国安法类似身影 美方表示美国公民以及驻港领事馆官员一直被错误的指责在香港煽动叛乱 因此认为港版国安法会使得美国在香港的公民面临被监视和任意执法的风险 美国方面提醒即将前往香港和已经在香港的美国公民要远离示威活动 并且及时与美国驻港机构保持联系 现在的疫情再加上美国国土内的抗议 让美国国内的形势也很严峻 在此前的五月二十九日 川普总统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的制裁措施 包括撤销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待遇 制裁相关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 并威胁对赴港的美国公民发行旅行警告 而对于这样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 赵立坚表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决定坚信不移 并且表示反对任何外部势力违法干预香港事务决心也坚定不移 而美国方面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做法是横加干涉 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注定要失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六月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香港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让人心痛 她声称立法一定可以堵住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漏洞 让香港继续繁荣稳定 让国家长治久安 林郑表示 关于有部分国家指责港版国家安全法威胁到香港高度自治 这是双重标准的做法 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需要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而且从国家层面制定国家安全相关法律 是所有国家中央层面都应该要做的 其他国家这次对立法提出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林郑还强调 尽管他人威胁要采取制裁要取消我们的特殊地位 但是香港不需要担心 因为中央这次决心坚定 香港特区全力支持充分配合决心也坚定 同时她还声称 广大香港市民对于这样的做法也是坚定支持的 尽管她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项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林郑月娥以及香港相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林郑月娥是在六月三日下午在北京会见了记者 当时她强调她当天与中国的副总理韩正 中国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还有国务院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共同出席了会议 港澳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有关部门官员一同参加 整个会议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 林郑月娥当时表示 韩正在会议期间提到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只在惩治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和行为 不会影响广大市民依法享有的权利 林郑月娥引述韩正表示 在立法过程中中央将采取多种形式来听取香港的意见 有关部门会举行座谈会 而中央一定坚定不移地推动立法 以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等 而林郑月娥再次强调 有关外国政府对香港所谓制裁 还有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完全是恐吓 她表示香港的独特地位来源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包括独立的关税区自由港还有金融中心的地位 看不到所谓的制裁会如何影响香港 林郑月娥甚至还专门针对美国声称 美国和香港是互惠互赢的关系 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还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美国公司在香港获得的营商环境的优惠 她表示我希望个别国家尊重我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坚定立场 尊重双方关系 不要单方面做出一些对双方造成不利影响的事情 而林郑月娥在六月二日接受中国中央媒体央视专访时 甚至表示当全国人大通过这个决定 她心里感到很踏实 因为如果不是中央主动出手 香港可能不会解决当前的问题 她表示回归已经二十三年 基本法二十三条都不能立法 这个时候中央出手是给了香港双击 帮助中央帮助香港走出困局 如果没有稳定的局面 那么香港的经济和民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相反对于港版国安法的设立 西方国家可以说反应非常的强烈 英国纷纷有七位前外交部长 敦促首相约翰逊发挥国际领头作用 协调全球盟友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 在昨天华尔街电视为您介绍了 约翰逊在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如果中国向香港强加港版国安法 那么英国将准备调整移民规则 向数百万香港人提供英国护照 以及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可能性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 正在考虑让香港人到美国进行避难 但是林郑声称 现在他有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和香港市民的支持 他不惧怕任何威胁 林郑表示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双重的标准 这一次国家对立法作出批评 这些西方国家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而根据报道 这次随林郑月娥到北京的官员 还包括绿政司的司长郑若化 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 警务处的处长邓炳强 以及特首办的主任陈国基 而对于这样的随行团队 如果是按照报道 林郑此行是向北京反馈香港对国安法的意见 那么郑若化与陈国基随行还可以理解 但是保安局的局长还有警务处的处长一同前往 似乎比较的不一般 此前有媒体指出 这可能是北京要评估香港的社会情绪 甚至大胆猜测 这样的随行 与港版国安法第四条可能会有联系 第四条表示 北京极有可能仿照港英时期的政治部 也就是特务警察情报部的设置方式 在香港警队率先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运行机制 而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引起了外界的普遍担忧 认为有可能会对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 以及更多的反对派团体采取监视监控的形式 再要为您带来的仍然是跟香港林郑复京事件相关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林郑月娥在六月二日在深圳停留了一个晚上之后 在早上七点抵达了深圳的保安机场贵宾区 而当时随行的有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特首办的主任 陈国基 而在抵达北京后林郑率先去了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了午宴 之后又去中南海与中央官员会面 旧港版国安法向中央表达意见 之后又在北京见了当地的媒体 在六月三日回深圳停留一晚 在六月四日回香港 这样林郑此行有两个晚上都在深圳度过 此前路透社曾经在去年十一月披露 在香港修理风波期间 中国领导高层近几个月来 一直是在深圳郊区的一个山庄来管理应对计划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和官方媒体表示 这个危机指挥中心在中联办拥有的紫荆山庄 位于内地与香港的边境附近 地点十分的幽静 此前香港媒体报道指出 位于深圳南山区西立湖畔的紫荆山庄 是专门接待南下监关的地方 经常有神秘的黑色奥迪车辆出入 消息也透露在去年的抗议期间 北京政府在这段期间一直在召集香港的主要官员 在紫荆山庄开会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改名仪式 根据消息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局 将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局 以配合最新的形式 对外仍然是称一局 综合多家媒体的消息 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多次强调 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要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的斗争 而公安部部长助理一局的局长陈思源也强调 要锻造一支过硬的正保铁军 资料显示公安部的一局早期称为政治保卫局 是仿照苏联设立的 而国家安全部成立之时 则改为国内安全保卫局 简称国保 对外也称公安部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省一级公安厅设立国保总队 地级市公安局则设立国保支队 县级公安局设立国保大队 已经落马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曾经出任一局的局长 在二零一九年年初 原来北京市国安办常务副主任陈思源接替孙立军出长公安部一局 陈思源被视为是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的嫡系 曾经担任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局长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 二零一九年五月 中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也是公安部内设机构改革之后所举行的会议 当时陈思源是以一局局长的身份进行讲话 多次强调政保 他表示捍卫政治安全是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 公安政保部门深感使命光荣 还有责任重大 他同时表示 现在要深刻意识到维护政治安全工作 面临严峻形势和复杂局面 要严防危害政治安全的活动等等 要打造锻造已知过硬的正保铁军 据悉国内的安全保卫局已经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局 有一些地方的国保部门也改名 在内蒙古公安局官网报道 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 奈曼齐公安局举行了全区齐县级公安机关首个政治安全保卫局的接牌仪式 当天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接牌 而江苏淮安微信公众号则披露 在五月二十二日江苏省公安厅正保总队副队长一行人到慈云寺去检查指导安全工作 这显示省一级的国保总队也已经改名为正保总队 此外中国公安部最近也出现了频繁的人事调整 比如在三月份原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的组长邓卫平卸任 而由江西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孙新阳入京升职 现在中国公安部官方网站显示一共有十一位领导 一次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 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小红和孙新阳 还有三位副部长同时还有反恐专员政治部主任副部长还有两位部长助理 值得一提的是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在四月十九日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 而公安部在随后的表态中表示一致拥护查处孙立军要肃清孙立军的流毒影响 此前孙立军被宣布落马的当晚赵克志召开会议指出 孙立军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是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 要求切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要清除周永康孟宏伟孙立军等人的流毒影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表示现在美国国会有提出新的立法 旨在通过加强联邦机构对于学校和科学家的监督和处罚 来阻止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大学研究项目 这样的法案是由众议院的议员波特曼还有卡佩尔所提出的 在周三正式提出 法案是在白宫和美国机构对北京据成试图窃取美国大学 以提高中国的军事和技术竞争力的企图 再次发表之后提出的 法案没有直接引用任何外国政府的名字 而是采取了恶性国家行为者的说法 这项措施涉及参议院领导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就是北京利用人才招聘计划 以丰厚的资金来引诱科学家 还有他们的知识到中国来 而且美国大学有系统的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来报告这些外国的礼物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中国说中国应该改变 波特曼这样表示 如果不确定这是否会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先做一些事情来清理我们自己的门户 有一些美国大学的领导人表示 川普政府的担忧是夸大其词 并且是歧视性的 不应该对未保密的研究进行限制 北京方面则一直否认有系统的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 中国国家媒体表示 美国人对知识产权盗窃的指控是一种政治工具 这样的法案还将赋予美国国务院司法部以及教育部更大的权力 对接受美国和外国资助的外国研究人员 还有美国大学进行监控 根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法案草案显示 法案将更新美国刑法 规定提交的联邦拨款申请 如果没有披露申请人接受外国资金的情况 将被定为非法 如果没有这样的法规 检察官往往会以欺诈或报假税等罪名来起诉嫌疑人 处罚包括罚款最高五年的监禁 以及五年内禁止接受美国赠款 法案还试图扩大国务院拒绝向外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的权利 目前如果官员们认为申请人打算出口受控技术 该部门可以禁止发放签证 但是大学里的学术课程会议还有基础研究之类的学术工作 是不受到出口管制影响的 根据草案 国务院应该考虑到申请人过去或者是可能与试图破坏美国研究的政府所合作的情况 还有人提议对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限制 参议院科顿曾经提出了一项法案 禁止中国国民接受科学工程还有其他领域的研究生或者是签证 上周白宫下令禁止这类研究人员在遵守政府政策 还有中国实体工作或者曾经与中国实体合作 利用民间企业和机构来加强国家国防建设 参议院的法案还将把美国大学接受外国礼物和接触者的报告门槛 从二十五万美元降低到五万美元 并且允许教育部门对学校进行罚款 罚款金额可以高达三倍 教育部表示二零一九年启动的一项全国性审查 促使各大学报告了超过六十五亿美元的此前没有披露的外国资金 该法案还将创建一个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所领导的机构间的联邦研究 安全委员会以制定各项拨款政策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根据获得的新的华为内部文件显示 二零一三年在媒体报导一家曾经试图向伊朗出售备禁的美国电脑设备公司 与孟晚舟有关后 华为隐藏了这样的关系 最新的文件显示 华为与这一家名叫做天空的公司不仅仅是商业伙伴 根据路透社文章报道 长期以来华为一直将天空描述为在伊朗本地的独立业务合作伙伴 但是路透社所获得的首次被曝光的文件 却显示了这样一家科技巨头 是如何在事实上有效控制了天空 这些文件是华为和天空关于伊朗业务的内部记录 包括备忘录信件还有合同协议的一部分 路透社已经对其进行了审查 其中一份文件描述了华为在二零一三年初如何为了摆脱美国对德黑兰的贸易制裁 而试图将自己与天空进行分离 这份文件还有其他文件显示 华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包括更换经理 关闭德黑兰办事处 以及在伊朗成立另外一家业务 以接管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天空合同 对于美国当局针对华为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所提起的刑事案件 最新的文件可能会起到支持作用 而新的文件似乎破坏了华为关于天空指示商业伙伴的做法 新的文件回顾了七年前伊朗境内两家公司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公司之间的互相往来细节 这些文件是以英文中文和波斯文书写的 目前华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此前中国外交部则一直表示 美国是要把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 而这样做不符合中美公司的利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表示 他并不支持部署现役军人在美国城市中对抗抗议者 正如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那样 他表示国民警卫队最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艾斯伯周三在五角大陆对记者表示 使用现役军人在美国国内履行执法之责 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在周一川普威胁表示 如果美国军队未能平息 因为一位黑人被警察拘留期间的死亡抗议活动 而随之引发的暴力事件 那么他可能向那些未能平息暴力事件的城市和州来派遣军队 艾斯伯表示国民警卫队最适合在这些情况下 向民间当局执行国内支援 支持当地执法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有在最紧急和最危急的情况下 才应该选择使用现役部队去执行执法任务 我们现在不在这种情况下 我并不支持援引判问法 这一位房长似乎还与白宫划清了界限 他说他虽然知道周一会和川普总统一起走进总统府前的拉法业广场 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的计划 包括代表团异形人到达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后会发生什么 而川普和他的助手们因为访问了这座教堂而受到许多宗教领袖 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前军方官员的广泛批评 在安全部队使用了烟雾弹还有胡椒球 来清除该地区的和平抗议后 总统在教堂里短暂地站立高举圣经并且拍照 艾斯伯表示他当时认为将在广场和教堂内去审查受到破坏的情况 艾斯伯表示我确实知道我们要去教堂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要去拍照的 艾斯伯还有参谋长联系会主席米利将军 因为一起与川普出访而受到激烈批评 他表示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后 加剧了美国的紧张感 艾斯伯对弗洛伊德的家人表示哀悼 说他的死是可怕的罪行 是在美国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的悲剧 随着全国范围内抗议活动紧张局势升温 美国军方已经将超过一千六百位现役部队调入了华盛顿特区 包括著名的第八十二空降师 还有第一百零一空降师的部队 但是目前他们仅在周边地区没有正式进入美国的首都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北京计划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最快可以于本月底就在香港实施 这是由三名当地的人大代表所提出的 他们的说法是在新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后发表的 与上周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栗战书所宣读的版本相比 最新的报告增加了新法相关的立法进程要加速进行的相关内容 中国计划在香港制定一部为香港量身定做的国家安全法 这样的计划已在上周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 但是法案的细节没有公布 此前外界普遍猜测法案要到八月才会生效 而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谭耀宗则表示 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但是不少代表认为应该尽快制定这样的法案 另外一名本地的人大代表则期望常委会最快在本月底完成立法程序 他呼吁香港人要认识到自己在中国是少数人 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全国人大代表行政会议成员对于这样的安排有同感 他补充说国家安全法可以在七月一日之前在香港实施 今年是香港从英国移交主权给中国二十三周年 从二零零三年开始香港反对派每年都会组织游行 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要求普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会召开三次会议对一项法案进行审议 然后再进行表决 但是委员会在第一次开会时 当所有委员达成共识后就可以加快程序 立即进行表决 这可能是为什么立法的时间表有有所提前的原因 最后再要为您补充到的是路透社今天早上的报道 报道指出美国川普政府计划从十六日开始禁止中国客机飞往美国 这是由于美方指控疫情后 中国尚未对何时允许美国客机复飞中国做出时间安排 据悉这样的决定是由美国交通部在当前宣布的 其被指是华盛顿惩罚北京未能遵守中美两国关于民航合作签署的中美航空协定的反应 美方的这一决定针对的对象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海南航空公司 四川航空公司 以及厦门航空公司 首都航空公司 报道指出 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还有美联航 已经在本月向中方的管理部门要求恢复航线 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 中方航空公司保持着两国间的客机运营 对于川普政府的这一决定 达美航空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支持和感谢美国政府对执行我们权利和确保公平所采取的行动 现在美联社尚未对此加以表态 而美国的交通部的正式声明则指出 中国仍然未能提出将何时改变规定 使得美国客机定期复航 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据悉川普政府曾经在五月二十二日指控中方近乎不可能的让美国航空公司复航中国 并让四家中国的航空公司向美方订满航班 报道指出尽管中国公司分别飞往美国的航班 在疫情中每周不会超过一架 但是有大量的中国航班从美国出发 已将滞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带回国 报道还指出川普政府另外计划对中国客机临时包机进行限制 会警告航空公司不会受到美方的批准 美方官员认为临时包机是一种绕过两国民航协议的客运方式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随着美方在一月三十一日禁止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 美国的航空公司也都相继暂停了来往与两国之间的业务 与此同时达美航空还有美联航正在继续向中国飞货运航班 而达美航空已经请求中方批准 每天从底特律还有西雅图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 美联航要求开展每天从旧金山 还有新泽西州的牛马克机场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 以及旧金山和北京之间的班机 中国航空当局曾经在三月下旬表示 中国航空公司在飞往任何特定国家的一条航线上 只能维持每周一般的客机航班 而且航空公司的航班次数不得超过三月十二日的飞行次数 美国运输部表示 但是由于美国的客运航空公司已经在三月十二日停止所有航班 中国事实上阻止了美国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中国的定期客运航班 在北京方面 在中国外交部五月二十五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问道 美国运输部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 必须对计划运营的赴美航班提前向美方报备 并表示这么做是因为中方限制美方的航空公司 恢复复华的客运航班 根据我们了解 中方除了要求美方航空公司遵守中方规定外 还要求如果美方航班运载的乘客抵达中国后 确认感染肺炎 航空公司必须对此负责 美方表示中方有关要求违反了中美之间的航空协 协议规定 而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呢 当时中方的发言人表示 三月二十六日中方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地序调检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 是在特殊时期为了防控需要 经过国务院联方联控机制批准 由中国民航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要求发布的 对国际客运航班运行采取特殊安排 措施参照了多个国家的做法 对于中外各个航空公司一视同仁公开透明 中方注意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中方航空公司提供航班飞行计划的情况 中方反对美方对中方航空公司正常运营的客运航班 采取任何可能的干扰或者是限制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援引熟悉此事的三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要至少再指定四家中国媒体是外国使团 增加对其在本土的业务限制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国务院的行动一定会激化美中的紧张关系 最快可能在周四就会宣布 这是继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五宣布 对北京收紧对香港的控制权 而采取报复性措施后的又一次行动 两位消息人士在匿名的情况下表示 这些指定的媒体将包括中央电视台CCTV 还有中国新闻社 这是中国第二大国有通讯社 由于美国指责中国以及共产党的统治者 利用这些媒体进行宣传 中国的五家媒体在二月份被限制被列入了限制名单 像其他的外国使团一样 他们将被要求向国务院登记他们的雇员 还有在美国的资产 类似于涉及外国使团的相关规则 尽管有三个人士表示 最早在星期四就可以宣布 但是第四位消息人士表示他不排除推迟 现在白宫和国务院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也没有回应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激化 因为川普和他的助手们抱怨中国对于病毒疫情的早期处理不当 以及中国在香港强加国家安全法相关的事宜 其实美国和中国近几个月来已经多次因为媒体方面发生了冲突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麦考尔表示 媒体是中共的宣传机构 他们兜售危险的信息 以壮大共产党的势力而不是报道新闻 在今年二月川普政府曾经表示 将把五家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媒体实体与外国使团同等对待 其中包括新华社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海天发展美国公司 在今年三月华盛顿方面又表示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记者进行恐吓和骚扰 将允许在美国的主要媒体机构美国办事处的工作记者人数 从一百六十人削减到一百人 作为回应 中国撤销了纽约时报 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美国记者资格证 于二0二0年到期之前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 在六月三日所发表的书面声明 声明纪念中国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 声明表示天安门的抗议者鼓舞前苏联阵营的被压迫人民要求 并实现民主变革 而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凭借残酷的管控而生存下来 声明再次呼吁对六四事件的死亡和失踪者 做出全面和公开的交代并且表示美国与期盼自由和人权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声明全文写道 今天我们向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 他们要求民主人权和连结社会的和平呼声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这一天以暴力终结 当时中国共产党出动人民解放军 驾驶坦克 鹤枪实弹进入天安门广场 虽然天安门抗议激励了欧洲还有苏联的被压迫者 要求并实现民主变革 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凭着压迫性的信息管控 还有赤裸裸的残暴生存了下来 三十一年后天安门抗议者的失踪或者死亡总人数仍然未知 美国继续为他们的追求而喝彩 美国人民与那些仍然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站在一起 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 他们不顾巨大的个人艰辛和风险 从未停止为孩子的死亡而追求问责 我们再次呼吁对那些被打死或失踪的人进行全面和公开的交代 我们哀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受难者 并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他们在继续憧憬能有一个保护人权 根本自由和基本人类尊严的政府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周三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九月赴德国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的行程被推迟 这次推迟是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项被俘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计划后的一周 这也是在欧盟越来越多的呼吁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采取更加强硬措施的情况下所出现的 他提出了阻止外国尸体 在大流行病后的经济危机中有可能会接管挣扎的欧洲银行以及商业的计划 习近平推迟出访的消息是在默克尔当天与习近平还有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通话后宣布的 三方强调了这样计划的重要性默克尔的发言人这样表示 他们一致认为鉴于疫情的总体形式会议不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举行 而是应该改期具体的细节应该很快就会达成一致 此前默克尔曾经以疫情为理由 对美国总统川普六月在华盛顿举办七国集团的峰会计划宣布不会前往 目前欧洲自己也正在为重新开放社会的活动计划而苦苦挣扎 现在需要平衡经济和医疗两方面的考虑 消息人士表示默克尔最初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活动 来说服习近平同意一项早就该达成的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 欧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为在中国经营的欧洲企业消除不公平待遇 最新的议论谈判于上月底举行 根据欧盟的描述这类国有企业的议题上尚没有取得突破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福克斯的消息 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克斯采访谈及中美贸易协议时表示 他现在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都感到不兴奋 川普表示中美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 他做了很大的一笔交易 但是现在对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中美自一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 期间虽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但是两国之前基本还都是维持了协议的完整 即使有消息表示美国将会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以惩罚北京后 中国曾经要求国有企业暂停购买来自美国的大豆和猪肉 但是随后又有消息传出 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采购了十八万吨美国大豆 这意味着部分交易仍在继续进行 而来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六月三日援引学者观点表示 在美国对香港祭出具体制裁前 中国是不会借撕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主动调新的 停止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消息流出 旨在释放中国可以把协议作为筹码 以反制美国的信号 另外在谈及目前席卷美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 川普表示警察部门可以做得更好 而对于在示威活动时躲进地下掩体一事 川普强调他是去视察而不是去躲避 川普表示他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参加七国集团 这是常识 理由是如果俄罗斯有代表能够参加七国工业集团峰会 那么解决各种问题就会更加方便 川普对福克斯表示 我们讨论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关普京的 如果他参加那么事情就解决了 川普总统在周末谈到扩大工业七国集团 让俄罗斯重新加入的前景 在二零一四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后 就被七国集团冻结了汇集 原来的八国集团因此变成了七国集团 路透社此前报道 川普和普京在周一通了电话 讨论了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七国集团扩大峰会的可能性 俄罗斯政府方面表示 将就川普的邀请寻求更多信息 川普同时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来参加扩大峰会 但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集团其他成员国反对俄罗斯重新加入 目前日本没有表态 而德国方面在星期三表示 现在不是改变峰会模式的时候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可以打定主意国际社会不会对禁犯香港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很薄弱 而商业界很容易收买 抗议也可以平息 因此对于北京来说夺取更大的控制权 比损害香港和自身生育的损害是值得的 文章介绍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香港成为它所不具备的一切 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是内地所没有的 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所在国 中国与香港共同发展了几十年 但是现在中国却在做曾经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香港 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永久的损害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现在共产党在推动一项新的国家安全立法 许多人担心这项新的国家安全法会削减香港的自由 而共产党在推进这项立法时 正计算和控制着稳定的优势 超过了香港长期以来所提供的利益 现在有的国家正威胁要进行报复 比如美国誓言要结束长期以来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而英国表示它可能会向三百万香港人敞开大门 可能会导致香港严重的人才流失 但是北京方面却认为在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处于四分五裂 并且力图从病毒疫情中恢复的情况下 自己是占有优势的 北京官员们认为香港如果是被美国下了狠手 那么对美国自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香港的抗疫运动至少目前看起来被北京认为是士气低落 而在全球经济方面 中共正在压住不管有没有香港世界都需要中国 到目前为止商界的反应比较平淡 即使是提出抗议商界也是会回到中国这一边 不论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 还是一九九七年香港被英国交还中国 商界的表现都是如此 与中国领导曾有长期联系的高盛前总裁约翰桑顿表示 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些人会不高兴 但是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证明这种担忧会消失 在周三汇丰银行表示其亚太区主管已经在支持国安法的请愿书上签字 而渣打银行也这样做了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突飞猛进 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总量几乎是大陆的五分之一 这使得香港成为北京的必要的增长引擎 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意让香港在未来几十年内保留商业和人身自由 而如今香港的产值还不到内地的百分之三 虽然投资者仍然崇尚香港的法治低税率 还有透明的商业环境 但是他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在上海等内地城市做生意 因为那里的股票价值比香港还要大 尽管如此 华盛顿方面认为香港的价值仍然太高 中国不可能危及香港 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表示 他将剥夺香港被授予的特殊地位 按照他的做法可能会使得香港受到与大陆同样的关税和贸易限制 如果美国现在想大幅度的提高赌注 那么他可以利用主要优势之一 就是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所占有的角色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香港对美元这个世界上适时的全球货币的无限制使用权 中国严格限制留清其国境的货币数量 使得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贷款交易或者是参与国际金融方面作用并不大 根据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显示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币交付是通过香港进行的 美国的报复举动可能足以让很多企业离开 在香港美国商会周三公布的调查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公司表示 他们正在考虑前往其他地方 而个人也有可能会离开 英国政府表示国家安全法违反了移交协议 如果中国继续推进 那么他们将为三百万香港居民提供一条通向公民身份的道路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在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这将相当于我们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签证制度变化之一 如果事实证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将采取这样的措施 而帮助香港居民申请英国签证公司现在兴趣大增 其中有一家公司表示在五月二十二号到五月三十一号期间 有一百二十人申请了英国旅行证件 比去年同期的六十七人有所增加 香港居民也探讨了其他的选项 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爱尔兰 这些人的离境可能会使得这座城市失去人才 这也会让北京感到尴尬 这或许是中国对英国的宣布做出愤怒反应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同胞都是中国公民 并且表示中国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 而中方的回应表明北京愿意牺牲香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其他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 已经承诺对投资者有利的法律和金融改革 与香港的企业争夺利益 而海南更是要承诺把自己变成像香港一样的自由贸易港 更广泛的来说 中国认为这样做的风险是有限的 比如面对川普的威胁 中国算计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美国在香港的商业利益是广泛的 专家表示如果白宫采取更加激烈的路线 限制香港对美元的准入 那么中国的银行也有其他的方法来维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准入 比如中国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占到美国总债务的百分之四以上 虽然中国不可能在不给自己带来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抛售这些债务 但是这样的威胁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混乱 中国官员还认为香港的商界精英历来是北京的缓冲势力 他们已经被成功地说服或者是被胁迫去支持北京 许多人在内地拥有广泛的商业控股权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国安法不需要过度解读 而有一些香港最大的投资者则表示说生意可以照样进行 一位香港主要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最近写了一本回忆录 详细回忆了他在毛泽东的严酷政策下艰难童年 在本周给客户的信中他他却对北京对香港的国安法表达了不多的担忧 他说法治独立的司法制度还有言论自由不会有任何改变 而中国也是在政治强势的时候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他现在已经在本国境内基本的控制住了疫情 这是其他很少有国家能够做成的事情 而这一时刻的到来可能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恃无恐 采取了他们前人们不敢采取的措施 其他的对手也被削弱了 川普正在努力推卸美国在疫情应对中的失误 并日益被国内的动荡所吞噬 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历史上曾经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盟友 也在为自己的危机所困扰 抗议者还有北京的支持者们表示 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不断从全球领导地位上退居幕后 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结盟拉拢 李安游表示外国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谴责 我们都有所预料 这基本是北京的态度 你们可以随便叫 但是你们不能咬人 我们不用管 北京的这场赌博已经在一个关键领域取得了成果 镇压了当初激励他采取行动的抗议活动 虽然有一些抗议者发誓要坚决对抗新的安全法 但是也有人承认运动已经支离破碎 疲惫不堪并且悲观失望 旨在遏制冠状病毒的法律禁止了和平的群众抗议活动 那些无论如何参加的人会被越来越强悍的警察部队集体逮捕 许多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的前线抗议者现在已经逃离或者是被逮捕 有少数活动人士仍然抱有希望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并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 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信任中国 那么就需要结盟来对付中国 这是中国和习近平的出路吗 李祝明这样表示 他说我们必须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赢得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尊重 这最终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北京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现年八十一岁的李祝明有的时候被称为是香港的民主之父 在去年四月他因为参与了香港抗议活动而被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